太阳能是光能还是热能? 太阳能既是光能也是热能 例如,太阳能热水器就是收集太阳光中由红外线传输的热能 而光伏发电则是收集光能 太阳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,是指太阳的热辐射能 主要表现就是常说的太阳光线 自地球上生命诞生以来,就主要以太阳提供的热辐射能生存 而自古人类也懂得以阳光晒干物件并作为制作食物的方法 在化石燃料日趋减少的情况下 太阳能已成为人类使用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,并不断得到发展 太阳能的利用有光热转换和光电转换两种方式 太阳能发电是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 广义上的太阳能也包括地球上的风能、化学能、水能等 在化学能上二种方式 感谢